正义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學習 大家好 我是小Z 不知道大家認為 小孩子長到幾歲 可以讓他獨立自主呢 幾歲可以一個人去上學 幾歲可以一個人在家 甚至出去過夜 想必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樣 台灣俄哨法有規定 6歲以下的兒童 不可以把他單獨留在家裡 但如果是一個15歲的國中學生 一個人留在家裡念書 感覺應該還可以吧 然而今天要講的案件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發生了不幸 甚至還引發了地檢署 跟刑事局的衝突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15歲國二女學生 寒假獨自留在家 白天進赤裸城市屋內 兇嫌不知去向 下體遭水管盥洗 出現不明內褲胸罩 母親錯過求救電話 卻跟檢察官暴衝突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新豐少女性殺慘案 時間回到2005年1月21日 這一天是國中小學 放寒假的第一天 許多學子 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跟同學相約出去玩了 但在新竹縣 新豐鄉一名國二少女 則選擇一個人留在家裡唸書 父母出門工作 哥哥姐姐也有事出門 但直到傍晚 哥哥先回到家 打開門之後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家人抱頭痛哭 因為一回家 沒想到才讀國二的女兒 竟然赤裸裸 沉失在二樓房間門口 放學回來的哥哥 本來還以為家裡一片凌亂 是遭了小偷 我爸媽就上班 然後我姐 我姐就是今天剛好出門 然後就覺得她一個人在家 家裡亂七八糟 後門被打開 摩托車被牽到後面去了 然後妹妹 妹妹 媽媽回來的時候 上了樓梯去 我才跟著上去 然後才看到妹妹 然後妹妹整個狀況 整個狀況 就全身赤裸躺在地上 滿地都是水 水管的話 我們研判是因為可能 我們嫌亂為了湮滅一些證據 水管來沖洗女童的下體 他二樓旁邊有一個水龍頭 從水龍頭旁邊接一個水管 來把女孩子投到地上 用沖洗他的下體 罕見的現場 警方也大感詐異 女學生除了全身赤裸 死狀也非常詭異 頭部有遭到重疾 出現了瘀傷 下體有被水管侵入 劇烈沖洗的傷勢 頸部有明顯的勒痕 幾乎可以確定 少女是先遭性侵 再被殺害 警方趕到現場採證 懷疑是遭人尖殺 認為歹徒有地緣關係 已經採集死者下體分泌物 進一步化驗 並針對死者住家附近 展開地毯式的清查 叫阿嬤 叫阿伯 那孩子大家也很乖 警方研判 歹徒在性侵殺人後 一徒沖水湮滅證據 而且女學生還躲到房間裡 將門反鎖 嫌犯用磚頭將門砸壞 那個桌子往上爬 跳到牆上 然後攀爬水管往上 然後到三樓 三樓這個地方比較好著力 這木門我們昨天 經過初步採驗 是有挖了洞 裡面有暗鎖 可是被破壞 我昨天還想到 我是跟我們那分級的警察 可以講 因為那一代常常在報竊案 我曾經看過了 三個人 新竹獻心風箱 發生國二女生在大白天 遭到性侵殺害的案件 震撼了純樸的箱裡 健身人員在命案現場蒐證 清查可疑證物 家屬說 附近出入分子複雜 平時就很擔心 沒想到真的出事 遇害少女的家庭 非常單純 爸爸在中立工作 媽媽則在附近的工廠上班 家裡就這三個孩子 相處非常的融洽 媽媽也沒有跟任何人結怨 當天姐姐原本也要帶她 一起出門吃飯 但妹妹擔心來不及補習婉拒了 而媽媽回想當天 她可能錯過了 女兒的求救電話 她一定打掉 媽媽我要這樣吃糖果 我要吃這個吃那個 所以說我可能因為這樣子 我沒回她電話 我想說姐姐也在家 沒想到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下 造成我一輩子的那個遺憾 我沒看到童子有幾個 她怎麼說 一... 沒杯 我說你自己找 你自己找 先杯 她非常好 非常棒的孩子 就是很認真很負責的 對 她比方在功課的部分 功課是中等 功課是中等 她滿不錯的孩子 她還是班上的開心過 我孩子 雖然是笨笨的 看我那麼辛苦 她也說以後賺錢 要給你什麼什麼什麼 當然她們都是滿有孝心的 尚女性殺命案震撼社會 檢警也立即進行遺體解剖 釐清死因 證實她是先遭到新侵害 再被壓迫 窒息死亡 而刑事局第一時間 也立即拍出知名的 監視中心主任陳曉貴 南下現場採政 不料卻驚爆刑事局 跟新竹地檢署 誰才有指揮權的衝突 讓外界也看傻了眼 本來我們檢察官 要親自去看驗現場 結果被刑事檢察局的科長 把我們擋住 命令我們檢察官不准動 她說叫其他人出去 我想說我是檢察官 應該是不是其他人 所以我就沒有出去 到最後她指明 口氣是比較大聲一點 主名說主任檢察官出去 要做多剝意檢查 所以把燈關了 那我怕人家 怕到那個 因為那個糞便 就是她的脫糞了 所以我要請他們說 推到後面去 然後我要把燈關掉 然後做檢查 所以可能他們不太瞭解 我第一個直覺想到是外人 但我沒有想到是主任檢察官 進度如何 證據如何 說到哪些證據 都完全不知道 我不知道說這個案子 為什麼不讓我們檢察官參與呢 雙方各說各話 差點讓命案失焦 最後還是當時的刑事局長侯友宜 親自打電話道歉 澄清緩家 說雙方都是為了趕緊破案 求好心切 但現場的確出現了許多關鍵性的證物 有些還讓人摸不著頭緒 1 2 2 3 這邊兩枚 這邊兩枚 對 經過兩天的現場搜證 警方在屋內屋外採集到多枚可疑指紋 並在屋後堆放的H型鋼梁上 也發現指紋 懷疑凶手就是由鋼梁攀爬上三樓 潛入屋內犯案 警方在城市現場發現 四件來路不明的女用內褲 和一件胸罩 另外在屋外的草叢裡 也找到兩件女用內褲 警方研判草叢裡的內褲 應該是野狗雕過來的 不過城市現場的內衣褲 很可能是歹徒遺落在現場的 因此懷疑凶手有可能有戀物癖 女性內衣褲的分布 讓警方十分的不解 而少女本身的衣物呢 則是被丟在隔壁父親的房間 原本認為死者家中遭竊 才會被翻箱倒� 結果清查也沒有明顯的財務損失 摘著摩托車也被牽到外面放著 種種沒有邏輯的行為 到底是怎麼回事 最後警方歸納可能是熟人犯案 想顧步一陣 誤導警方 研判歹徒可能從三樓侵入 不過陽台欄杆卻發現了 一個腳印灰塵 命案的唯一目擊者 是鄰居的一名婦人 她說21日中午 一名男子在女學生家的後門洗手 他們以為是女學生的哥哥 不以為意 昨天都上去挖棉被 看有人在後面洗手台洗手 一個男生 一個男生 小男生 根據目擊者形容 嫌犯年紀約十七八歲 身高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由於死者家中之前 曾經被偷竊過 警方不排出事 附近不良分子所為 有兩個人夢到 一個有跟她講 講是說姓陳 名字跟她講講得很清楚 另外一個是講 是兩個男生 兩個同學 一年級的同學 都兩個 那我也不曉得是真還是假 警方還原 命案當時 兇鞋是把模板 靠在牆上攀爬上二樓 發現門上鎖之後 再爬到三樓進入屋內 原本在翻箱倒櫃偷東西 結果驚覺有人在家 女學生看到歹徒闖到家裡頭 趕緊翻鎖二樓房門 打電話向媽媽求救 不料卻沒有人接聽電話 這時候的兇嫌 發現門翻鎖 拿出磚塊破門而入 看到旁邊有女孩子 可能就是一時 就想說對著女孩子 長得也不錯 可能有些心情的概念 警方原本依照地緣關係 鎖定了當地的治安人口 後來認定應該是青少年犯案的時候 向少年隊調來的檔案一查 有一個名字呼之欲出 但就缺乏了直接的證據 此時法醫室傳來了好消息 在被害人的身體上有踩到DNA的檢體 那不是給我們整個專案 尤其當時專案主持人也非常的興奮 因為有了檢體之後 DNA的鑑定 尤其是在被害人的屍體上踩到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證據 警方假扮清潔人員在休閒家足足守了兩天 一直他用過的牙刷成了破案關鍵 我們是從他丟出來垃圾開 裡面剛好裡面有一隻牙刷 然後呢 那我們當然就想說去比比看 看彩得到他的細胞核嗎 做牙刷上面的DNA 是不是跟他身上的這個 精英的DNA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步 然後再來就是看 逮捕的嫌犯是不是跟他身上的這個 精英的DNA是一樣的 黃天不復苦心人 牙刷上的DNA比對 確定就是他 這叫警方終於有足夠的證據 可以將鎖定的少年逮捕到案 再做一次DNA比對 也是完全符合 國中少女性殺案案發後第四天 就宣告偵破 我們就朝一朝個地方埋伏 埋伏了以後後來 我們那個小店長 發現有一個人從裡面走出來 在那個電話廳裡面打電話 那樣子跟我們相片裡面鎖定 這個流行照得很像 結果後來我們上年盤查 一查就是流行少年本人 所以就直接把他帶到案 從頭到尾蒙著頭羞於賤人 駐下大錯的17歲流行少年 下午終於被逮捕歸案 你有什麼話想說 會不會後悔 他是他 他這樣 流行少年刑切當天 還穿著高中的校服 沒有想到被靈性少女發現 害怕遭到指認 當下起義犯下重罪 你現在做事絕對是錯誤的 你知道自己錯比較常認 你這樣的話 他家長你才能夠比較原諒 你讓這個女孩子 學生他整個家庭都破碎了 造成整個社會都震撼 他都非常遺憾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悔過 卻擔心遭到死者家屬圍毆 臨時取消 沒想到這個貼心舉動 反而讓少女親友更加憤怒 你這樣就聊聊 找到了是不是 沒有啊 不是你孩子也放 我看我的孩子不見 我根本要孩子啊 你已經都聽了 演出來的情況下 你叫我怎麼辦呢 叫我怎麼辦呢 各位來摩擬 檢察官我求你好不好 你這裡也有孩子對不對 要是你自己的女人 被人家庭怎麼樣 才被人家庭怎麼樣 你不警諒怎麼辦 檢察官 那個分局麻煩把這個現場的 排除一下好不好 現場排除一下啊 檢察官要求警方 將家屬帶離開 再度引起不滿 排除現場 看到檢察官要上車離去 使得家屬再度爆發衝突 要是你自己的女人 被人家庭怎麼樣 還被人家庭怎麼樣 你不警諒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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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警諒 要是你自己的怎麼辦 你不警諒 你不警諒 沒有啦 沒有啦 你不警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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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著車窗踹著車頭 數十名家屬 就是不讓檢察官離開 因為他們無法接受 下午的沙安兇嫌現場模擬 竟然臨時取消 忍不住破口大罵 要黑子彎給我啦 把黑子彎給我啦 現場沒有辦法 不要再有第二個 那什麼XXX 下一個XXX 就不要等他放車後面 還是又是他啦 你告訴我 我將來日子怎麼過 你不警諒 你不警諒 拖子在外面 誰都在那裡衝 讓我們前面以後 也能夠做一個黃昏 是 你覺得他應該帶回來模擬嗎 對 我不過已經來很久了 我從頭到尾到現在 我都不願在這裡面 我都不想講話 也不用哭 也不用拉 為什麼 讓 今天要來 讓 整個調查 要來又不來 命案偵破了 家屬卻等不到嫌犯的一句道歉 母親痛批 檢方太官僚 既然你 DMA就檢查出來 為什麼 DMA壓承了 你頭照給我照著 保護壞人嘛 孩子怎麼從來沒帶出來 給我看看 看看先生說 是不是踢死刑啊 都坐在那裡 說實在 我已經忍了好幾天 不難看出家屬跟整個鄉里 是多麼的群情激憤 而兇手的理由 居然是臨時起義 還強調 這是他的第一次性經驗 他卻跟他的女友約定 婚後才能發生性行為 這樣聽起來 有點前後矛盾 承辦員警也聽不懂 他在攻下會 這裡面還是有 有的矛盾啦 少年的腦袋瓜子裡 在想些什麼 警方真的搞不懂 辦案的員警說 命案現場發現了四條女優內褲 嫌犯說是要顧不宜證 擾亂警方辦案 但是顧不宜證些什麼 警方也聽得不灑灑 他當初的時候 他走過來 他好像就在廁所那邊剪刀 那地方剛好有內褲 他帶著內褲去到 牽探 先擺樓下嘛 上去 上去以後後來 事情辦來的 就把他再拿上去 丟丟丟 把他家裡的一切 拿出來外面 丟丟丟 劉姓嫌犯的租屋處 距離少女的住家 不到500公尺 就在21號當天犯案的早上 他曾經眺望被害者的住家 劉姓嫌犯徒步來到犯案地點 來到了住處的後院 踏上木板要上屋簷 進入到二樓 偷竊性侵被害者 案發第二天 劉姓高中生毫不心虛 在家睡了一整天 傍晚一樣到超商打工 第三天才將偷來的錢出門花用 直到第四天中午 終於被逮捕 本來對客人的態度 就還不錯啊 就是一般基本的 該服務的都OK啊 就不會 就是你不會去發現 他的任何意妝就對了 十二的十七歲少年 被送往少年法庭偵訊 他的身世跟著曝光 萬一自己這才得知 他也許並非是窮凶極餓之徒 來自屏東的他 雖然從小就有偷竊的惡習 還經常是警局的常客 但一切問題 都是來自於沒有愛的原生家庭 劉姓學生念高中之前 是就讀新竹的城鎮中學 這是一所專門 繳製少年犯的中學 劉姓學生是因為犯了 多起切刀案件 而被送到這所學校就讀 校長說 劉姓學生從小父母離異 他甚至不太知道母親是誰 主父母 復仰長大的 87年的時候 父親帶著祭母去高雄福醫院 到高雄福醫院去看他 然後告訴他這是他的媽媽 劉姓這個學生 當然就覺得很奇怪吧 他當初要出校的時候 家人沒有來接 是我們的同仁 我派了同仁送他回到他家去的 你們學校老師是所有同仁都會有愛心的 校主人他等於一直長期在支助他 完全沒有感受到心情的溫暖 比方說他父親母親不管他啦 或是他的祖母可能 對他採取比較放任的態度 那所以我這邊 像一般來以我們做老師的立場 那我會要求比較嚴格一點 我就問他說 如果今天死掉那個是你的女朋友 你會怎麼想 我們應該將心比心嗎 不應該去做出傷害到別人家庭的事情 也許這樣一個背景 讓少年有個細膩的心理 學校功課雖然是在後段班 全班30名左右 但段考成績 國英文都能接近90分 他心裡的一切想法 都表達在了週記上面 卻是字字句句 十分悲觀 教務主任更像是他的爸爸 矯正中學畢業後 他在一所高中就讀一年級 即便心情週記比調相當悲觀 什麼時候日子不會這麼難過 一直覺得心裡有事情無法擺脫 不願意說這是個獨特的選擇 無可奈何 他當天就是說 他當初做錯事的那天 他就很想去自首 然後很害怕不敢講 那所以他才那天就是 好像據說據他說 他跟我說他在上班 去超商上班前一直在附近 就是在掙扎要怎麼辦怎麼辦 發生這事情我個人是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心痛 因為我覺得他怎麼會 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即便他的遭遇令人同情 但他奪走的是無辜的少女生命 家屬可沒那麼容易原諒 最後甚至將矛頭指向了他們家附近的這間矯正學校 不要負責或賠償 不然的話 發動抗爭把你們這個學校要遷走 不要這個學校 他籌錢可以籌到我家來嗎 有沒有 報紙說他在籌錢有沒有 留性少年對未來仍充滿疑慮 想籌點錢比較有安全感 你為了籌錢你可以吵到別人家去嗎 你可以奸殺 毀雞嗎 我是要把這個學校經營好 用心良善 我們這個主題也是這樣 你自己開支 城鎮中學的前身是少年關護所 民國88年改成少年矯正學校取名城鎮中學 學校依法務部指示成立 留性嫌犯是已經離校的學生 對於家屬要申請國賠 學校感到難以接受 最後少年被性侵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 15年定業 還得接受強制治療 臨時部分則被判賠269萬元 時間算一算應該也已經出獄 重新開始他的新人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快有想法的小夥伴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最後讓老Z工商時間一下 紓壓飲品墨墨水 有紓壓元素茶氨酸 還添加GABA洋柑橘萃取物 低熱量好吸收能幫助入稅 現在輸入老Z推薦代碼 CTI527就能獲得折扣 上快點購網站 還能有更多優惠 請繼續支持我們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 長期防疫大作戰 旺旺水神推出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生成機 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 各種場合都適用 簡易安裝 單件操作 方便省時又省錢 與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不傷害環境 一天使用200次也沒問題 有效抗菌 安全環保 快點購推出獨家超值組合 快上網搜尋 快點購 我們下期見